我们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周二下午是在美国环保署签署了有关美国能源政策的两条行政命令 那么大幅度的叫停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政策 这一举动也引起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抗议 接下来我们连线在美国环保署总部的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做详细的报道 尼亚 好林森我现在所来的位置就是在于美国环保署的门前 那我们知道今天下午也就是美东时间周二下午两点钟 川普总统签署了两项有关于环境保护能源政策的行政令 那么主旨是使得美国的能源行业的保持美国能源行业的独立性 那么其中一条行政令是针对于2013年前总统奥巴马所签署的这个能源的行政令的修正令 那么另外一条行政令是有关气候变化对于国土安全的行政令 那么在于昨天晚上也就是周一晚白宫的例行记者会上 白宫的官员对于记者们说 川普政府对于能源政策的两个核心 一个是清洁的空气 另外一个是清洁的水资源 那么同时他也表示之前政府 也就是奥巴马政府在能源政策方面 贬低了美国工人的价值 那么他也表明新的政府川普的政府对于能源政策方面能同时平衡并权衡 美国工人的利益以及环境保护的两个方面 那么他也表示这是川普政府的能源政策方向 与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方向的最大区别 那么具体的我们看到 这项行政令启动了对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计划的所有规章制度的细节的审查 同时我们还记得川普在竞选中所说的奥巴马政府的很多的能源政策是不合理的 并且没有很多的没有效果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财 那除此之外我们知道他还这两项行政令还废除了停止联邦政府的土地上开采煤矿的这样的规定 那么更加具体的我们知道这项行政令还将废除奥巴马在2013年的行政命令中 至少六项限制碳排量并遏制气候变化的规定 那么这也是川普政府所说的振兴传统的煤炭行业来制造就业刺激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样的变化我们看到引起了很多环保人士以及团体的抗议和抵制 那么今天早些时候记者也是在美国环保署的门前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抗议 那么现在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人民气候运动组织负责人的一条采访 很重要的问题是 mighty我们的预防防备抗议 它准备裂计理由提供的文化 所以电汽化流动被防止按摩 我们也会用到达氏化炭行为 火力炭行业的部 Cena 是的 除此之外他们还表示川普政策忽略了气候变化的现象 比如说海平面上升以及近年来非常盛行的沙尘暴 那么这些现象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 那么例如能源政策组织下一代气候Next Generation Climate的主席 也在昨天下午星期一晚上的一则声明中有了这样的表示 他表示川普这样做是故意破坏为美国制造工作 并表示并保证水资源跟空气清洁的项目 那么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污染大户来谋取利益 然后以美国人民的利益为代价 那么现在的争论点就在于是以保持传统的煤炭工业为优先 来防止工作的流失来拉动经济 那么还是利用新能源的产业来创造经济拉动经济 那么在昨天晚上的记者发布会上白宫也做了这样的回应 那么他们表示需要看到更多相关的科学研究才能做最后的打算 那么另外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全球美国在全球抗击气候变化的位置 白宫方面有这样的回应 他们表示对于是否履行巴黎协议以及如何达到协议中减排的目标的讨论还正在进行 除此之外有记者在记者会上还提到 那么行政令的签署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能源大国释放了怎么样的信息 那么白宫官员表示他们认为美国会继续推进以自身利益为主为优先的这样的能源政策的方向 那么他也是认为总统先生已经对这个能源的方向非常的明确 那么这个国家有很多的能源储备 那么总统先生要继续排除生产能源并保持能源独立性的所有障碍 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信息时间交换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尼亚在环保署前的联系报道